近日,王小飞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白大S掀起了一股热议的风波 作为母亲的张岚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评论 在直播中,张岚面对网友们的催生言论 她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却展现出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在直播间里,张岚一起面带微笑地与网友们互动 然而,当网友们不断地在评论区留言 要求她再生一个孩子时,张岚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面对网友们的催生言论,张岚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选择谈论自己的使命和原则 她说,我不是为了生孩子来这个世界的,我是带着使命来的 这句话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们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接着,张岚继续说道,还有,喝酒就不要乱说话 所以我这辈子一滴酒都不碰 这句话显然是在回应那些在网络上对她和王小飞的指责和嘲讽 从张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她对儿子王小飞想要复婚的想法很不理解 毕竟之前因为大S和聚聚业的婚姻 王小飞和张岚还曾撕破脸皮,闹得不可开交 如今,王小飞却突然表白大S想要复合 这无疑是在打张岚的脸 这也让人们不禁怀疑张岚对儿子和儿媳妇的婚姻持什么样的态度 不过从张岚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立场 她强调自己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她更不会为了迎合别人的期望而去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 这种态度也与她在之前的表现相符 视频制作不易,请大家先点赞再观看 在之前的事件中,张岚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虽然因为言论不当而引发了一些争议 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这种坚定的态度也让网友们对她的勇气和智慧表示赞赏 当然作为母亲,张岚肯定非常关心自己儿子的幸福和家庭 虽然王小飞的行为让人不解 但张岚也没有过多的干涉儿子的生活 不过从她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她希望儿子能够慎重考虑自己的婚姻和未来 毕竟婚姻不是儿戏,需要双方认真思考和探讨 对此,网友和粉丝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蓝姐最大的失败不是丢掉了翘江南,而是生了个儿子 王小飞清醒清醒吧,她爱光头不爱你 别再卑微了,心疼蓝姐 一般离婚的家庭都跟婆婆有关 蓝姐是属于拆台的 拆开了,再也找不到比大S好的了 或许王小飞自知复婚不可能 故意而为之,只不过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产品带来新一波流量而已 马六计有危险啦 这夜里胡话的儿子白天清醒在干嘛就行了 真不省心 因为换做任何理智的人都知道 把人毁成这样,怎么可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重新开始 王认为别人应该跟你妈一样宠着你 做错了不计较,哪来的自信 王小飞喊话复婚 这种申请谁接得住 王小飞家的连续剧又开始更新了 本来也真的险麻了 但这次还是出了新高度 10月6日,他带着王八去台北 给47岁的大S过生日 还跟前丈母娘一起聚餐 饭后,拍了和家欢小视频 立正家庭氛围起乐融融 他说,父亲和大S母亲已经有四年没见面了 再见面还像是一家人 当然,网友不这么看 直接脑补了一部近江文学 10月9日凌晨 王小飞与一位情感博主连线 内容令人瞠目结舌 王小飞说自己和大S以及大S的母亲 没有任何矛盾 全是律师在捣鬼 并向主播倾诉了自己对大S的爱意 具体对话是这样的 主播,大S需不需要你这份爱 王小飞很肯定的回答说 他需要,他太需要了 在一起十几年,我太知道了 主播,你对他爱还是可怜 王小飞,爱 主播,但是他和光头结婚了啊 王小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我孩子吗? 他说自己放不下大S的原因有四点 一,光头根本不在台湾,跑了 二,大S身体不好 三,孩子每天跟他在一起 四,不管怎么样 大S都是他的前妻 我不会放弃他的 公然对大S是爱 想照顾他,想爱他 梦一看,神情太神情 但再一看,戏精太戏精 是爱完毕大S之后 王小飞又跑到庄思敏和几个女网红的直播间 狂刷嘉年华 争认了那句 随后还转发了前妻和先任的视频 赞美好 这波操作谁懂 隔天下午 大S经纪人回应了这场闹剧 一,王小飞离婚后 在私下里多次向大S提出想要复婚 但均被拒绝 二,大S与现在丈夫和睦幸福 三,大S维权信念坚定 四,希望王小飞不要一边诋毁 一边示爱 现在压力给到了王小飞这边 他说自己关心大S完全是因为他生病太严重 阿姨给他打电话说大S要死了 不行了 自己才关心他 网友完全曲解了他的意思 再次公开指责 大S的经纪人和律师真的不行 王小飞和大S张兰 三个人的口碑在抖音 小红书 公众号阵营 呈现出完全分裂的状态 谢这个话题会引发多大的争议 不占任何一边 今天只是讨论一下为什么有的男人就是可以一边诋毁 一边深情 一边出轨 一边下跪 首先 王小飞爱大S吗 哎 两人结婚十年 王小飞为了照顾大S的生活习惯把假安在台北 自己两地跑 基本每周都会回台湾 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 他陪孩子逛街 参加学校运动会等这些家庭事务 他也都在场 算得上是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疫情期间 更是艰难 一年半的时间 他隔离了三次 每次按14天计算的话 他隔离了42天 每次21天的话 他隔离了63天 在隔离酒店 8天瘦了3公斤 身心俱疲 因为见不到家人 他说 一个从来没离开过家5天的爸爸 真他妈的想家 想起闺女会莫名其妙的冒汗 心继瘦了5公斤 幸福三重奏里 王小飞对大S寸步不离 贡献了太多景点场面 大家最熟悉的是包瞎论 以一己之力 让全望男士大开眼界 我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 大S身体不适住进医院 王小飞连发两条微博示爱 一个都不能少 甚至含泪跪在大S床边 王小飞的示爱 绝对是偶像剧里才会有的那种 制成制热 又带着一点傻气 以至于那些年 大家对他太爱大S这件事 神性不移 但后来我们发现 王小飞的深情可不止对大S 她频频被拍到深夜会美女 更被台湾狗仔可思奇 爆料婚内出轨不止一个人 她称王小飞是婚内出轨 自己手上握有 王小飞出轨多位女子的证据 其中不乏正面照及亲密照 她还爆料 王小飞的出轨对象 有时政的就有五位 没时锤的至少有十几个人 众所周知 是和张颖颖女士的那段 她的情话是 生孩子 咱们生好多孩子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而张颖颖和她谈恋爱的方式是 躲胎要钱 买房要钱 出轨要钱 看前任手机解决方式 也是要钱 张颖颖说 自己和王小飞说了 无数次分手均遭到拒绝 还半夜开她的门 一击情绪真的很不可控 很恐怖 她早就明白了 王小飞是只在爱情里 那么不成熟吗 她对待世界就没成熟过 深夜连线主播爆粗 王小飞和网络主播连线 居然还骂街 卖货怒骂平台 离婚后把前妻全家都问候道 小孩子也不放过 她麻台没 威胁S麻要爆料小S 之后就开始骂小S 私生活混乱 只要小S老公 Michael私生子 甚至连小S的孩子 都被骂恶心 抖音上有一种声音 大S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还拿着高额山养费 活该受这份罪 且不说这些年 王小飞创业失败 中间动用大S的流量折线 也值这个钱 仅仅看 现在马六级 每次销量下滑 都靠骂前妻 表白前妻 继续获得流量 这个集团 就该给大S一点股份 王小飞复合请求一提 张兰就把马六级的直播间背景 改成了王小飞 张兰是真生意人 说到张兰 你就看到 王小飞这种不稳定 巨婴不仅仅针对前妻 女友们 合作伙伴 其妈也并没有放过 张兰怒对张盈盈内震 王小飞就在她直播间留言 别离人设 两人可以上一秒 发声明互相取关 下一秒就直播连线 每句话的分量 都堪比空气 这一家子还能说什么呢 绝 王小飞每次的语言高潮 背后一定接着道歉 今天写这个文章 主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 表演性人格障碍 王小飞绝对是表演性人格障碍 表演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是 是不是仿佛王小飞的简介 表演性人格障碍有很多原因 未必是因为渣 往往是因为弱 因为太弱而不稳定 所以整个人生 没有她能控制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能力都达不到 最后表现出对世界的愤怒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张岚是有责任的 在张岚心里 自己的儿子永远没有错 比如对女主播抱粗口是牛掰 儿子最大的缺点是太有责任感 过于爱惜羽毛 流量时代 大家喜欢看真人秀 喜欢内地版卡带山家族 顺便说一句 王小飞张岚的确是非常符合 卡带山家族流量变现模式的 一小丑形象不堪入目 狗血八卦 作为流量爆点夺人厌球 注意力投入过来后 开始展现人性的优点 进行洗粉 留住忠诚粉丝付费 王小飞负责间歇性发疯 就有人负责刻苦 用功 毅力坚强 企业家形象 这里面的是是非非 轮不到外人来评价 我们哪配 我只是提醒一句 广大女生 至少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深情 那些家暴后下跪山自尽耳光 离婚后跟踪你到诸所大喊大闹 年轻的时候缠着你 老了缠着你们共同的孩子 解出自这种深情 跑快一点 在缝起云用的娱乐圈 每个传闻 每场风波似乎都能带动 无数关注的眼球 近期 一桩就闻似乎再度浮出水面 扬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 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那队曾被视为影视圈模范夫妻的 大S和他的前夫王小飞 风波的中心似乎始终围绕着一对昔日的恋人 尽管两人已经走进了各自不同的生活阶段 然而过往的情感争端和亲子争议 依然像一块巨石 悬挂在他们的生命中 影响着各方面的判断和决定 在这之中 张岚王小飞的母亲仿佛成为了这场风波的关键人物 他的直播带着一股强烈的个人风格 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一颗颗震撼弹投向公众 而以此关于2018年大S所生孩子亲生问题的爆料 便是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颗 相对于张岚的攻击 大S则选择了一种更为理智且冷静的方式来进行回应 他没有让情绪过分占据自己的理智 而是以一份官方声明的形式 对外公开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试图以此平息外界的不实传言 但是张岚并没有因此收手 他随后展示了一份所谓的DNA检测报告 试图用这份证据来证明大S孩子的非亲生之谜 这一行为无疑再次激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和关注 虽然这本是一桩属于家庭内部的私事 但张岚和大S却都选择在公众面前 揭示各自所持的证据和立场 每个人都有自己宣泄情感和争取理解的方式 不管是张岚的直白爆料 还是大S的官方声明 都反映出他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 在这段波折的恩怨情仇中 大S的新恋情也意外成为了焦点 他与剧剧业的恋情早在20年前就已经萌芽 但两人为何在多年后重任旧情 成为了一个威解的谜团 然而此时的剧剧业在演艺圈的表现 似乎略显低迷 而大S在这期间也曾与众多男性有过恋爱的记录 张岚更是坚称 大S与剧剧业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深不可测的联系 众多的猜测和假设都使得大S一度成为了公众的同情对象 他在这场家庭争端中展现出了一种坚硬而独立的女性形象 然而即便在如此复杂的情感漩涡中 汪小飞似乎并未选择全然被动 他逐渐开始以某些方式反击 不过这些所谓的反击内容的真实性依然有待考察 而在整个风波中大S表现的相对冷静与坚强 他没有选择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过激的反应 而是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拒绝接受任何无力的指责 整场风波仿佛展示了娱乐圈背后更为复杂和多元的一面 它不仅仅是那些荧光幕前的光鲜亮丽 更包含了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情感纷争和人性斗争 这次的事件也许终将会归于瓶颈 但在我们看到的那些璀璨星光之下 隐藏的是更多我们未能触及的现实和故事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故事里 每一个环节 每一次争执 每一份证据都像是一场戏 在公众的眼前展示着他们复杂的情感和人性的较量 无论这场风波的结果如何 我们或许能从中看见的不仅仅是娱乐圈的那些是非曲直 更是每个人在面对亲情 爱情和人性时的那些抉择和挣扎 最近王小飞在线跪求复婚又专了一波热度 王小飞深夜连线情感博主 公然是爱大S表示想复婚 在连线之前 王小飞还搞了个魔幻操作 就是带着自己的爹去台北前张母娘吃饭 当天是大S生日10月6日 王小飞用视频记录下了赴台约饭全过程 两个前情价非常和谐 S妈还很自然的把手搭在汪爸身上 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小飞这小子给黄昏恋牵线 而和情感博主连线的过程中 王小飞抱了四个点 一 光头现在已经不在台北 此外 之前光头和大S不是很喜欢秀恩爱吗 这次生日光头居然什么表示都没 第二 大S身体不好 他很担心 第三 孩子现在和他在一起 前台词 自己掌握了主动权 第四 不管怎样大S都是他前妻 不会放下他不管前台词 我是个重情中意的好男人 后续情感博主问他 有没有问过大S意见 复婚是不是自己一厢情愿 王小飞爸总的姿态一下上线了 他说大S是个女明星 需要人爱 需要她的爱 如果没有之前发生的撕逼 出轨闹剧 也许这是一出一难评 时至今日 这份爱真的很难评 当大家以为这份爱只不与抖音连脉 没想到 这皇家子弟是付出过行动的 大S后续通过经纪人出面回应 王小飞自离婚后 数次私下向大S求复婚 均被大S明确拒绝 大S与光头婚姻和睦幸福 咱的表情就是情感博主一样大眼震撼 你说王小飞烂情吧 女朋友都分手好几任了 她还惦记着前妻 你说王小飞深情吧 她前脚视若求爱 后脚就去俩美女的直播间打赏 先是这位小姐姐 一个嘉年华大概需要三千块 换成酸辣粉可以吃两个月 然后是庄思敏 在她直播间 王小飞直接升级成榜一大哥 鉴于王小飞自导自演的连续剧 实在又长又臭 有些网友难免会漏掉 庄思敏那一part 这里简单科普下 半年前港媒曝光王小飞庄思敏 在夜黑风高的晚上中环秘会 一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 气氛相当暧昧 当时王小飞正值事业失意 黯然分手双重打击 但丝毫没有影响夜会二代富美的心情 然而不到半年 二代富美成了过去式 前段时间 王小飞被拍到和年轻女孩 一起路边摊吃宵夜 几乎同期又冒出了个刘一彤 这个刘一彤似乎来真的 打开抖音 几乎每天都在那发 艾特王小飞的文案 相处情节也说的相当详细 整天小飞长 小飞短的 网友说 这个刘一彤和过去式张盈盈不同 比张盈盈更得张蓝心 后续网友挖到 这个刘一彤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电视剧编导专业 毕业后上了清华大学的 荣商学院EMBA总裁班 比起张盈盈学历高多了 然而就在网友们信以为真的时候 搞笑的事情发生了 这人就是一个碰瓷的 他自己官宣和王小飞有一录 结果只是他把自己包装成跟张蓝很熟 和王小飞双向奔赴 为的就是那点破流量 这一点倒是和王小飞一家很搭 张蓝对此肯定是知情的 不然不会三番四次和他拍那么多合照 这边建议张蓝可以成立个马戏团 吴泽底心招兵买马 顺便烧上已经下线 却不忘蹭热度拆台的前准媳妇张盈盈 这一回王小飞求复婚 很多网友为张蓝抱不平 之前大S和王小飞二人互撕 张蓝互子心切 不是在直播间各种模仿 嘲讽聚聚也和大S就是直接爆料 怒对他们 面对这一回亲儿子的辈子 大家以为张蓝会消极吧 结果他狠狠抓住机会 趁着热度 张蓝忙着回应网友 右下角还不忘放一碗酸辣粉 网友们心疼他 让他胜二胎练个小号 他则隔空安慰王小飞要加油 顺便内涵儿子 要想生活过得去 脸上就得带点绿 后续在和王小飞连线PK时 张蓝一直说停停停要下线了 王小飞不断爆料大S身体快不行了 网友们直呼看不够 感情这也是挺隐私的家务事 咋地是没电话还是没微信 要在抖音PK才能讲 看到这里连单纯的那一波网友们 已经开始怀疑这一大家子 是不是和火一起演戏 骗观众流量 这种怀疑就对了 王家目前的整体运营思路 就和美国的卡带山家族一样 之前王小飞深夜发疯 大骂光头和床垫 然后张蓝下场 滞销的麻六计直接变成日销量六千万家 赚麻了 太溜了 就分工而言 王小飞负责小丑和丑闻 张蓝负责展现刻骨 用功 毅力坚强 创业家形象 令人敬佩 爱了爱了 上车 大家以为王小飞是恋爱脑 其实人家是正宗的事业脑 现在搞复婚这一出的前台词 不过是酸辣粉滞销 帮帮我罢了 在中国的婚姻中 有一句古语叫做好聚好散 意味着当两个人没有了爱情 缘分也走到了尽头 他们应该互相祝福 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互不干扰才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在王小飞和大S之间 这个简单的问题似乎无法实现 他们的爱恨情仇 可以拍摄成一部宫廷剧 当初因为闯电的争执 闹上了热搜榜 让人以为他们将永远不再有交集 然而最近王小飞却突然引发了复婚风波 并要求大S的经纪人三天内公开道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最近的十一长假期间 王小飞做出了让整个网络都惊讶的举动 他和他的父亲一起现身台北机场 第二天又陪同前任张母娘黄春梅 也就是大S的妈妈一起外出 他们一起吃了晚饭 视频中的氛围非常融洽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这个行为令网友们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不禁要问 王小飞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是有意复婚吗 就在大家对此感到困惑时 王小飞连线了一位情感主播 当被问到 你为什么会和你的父亲 以及前任张母娘一起吃饭 是 他的回答让人震惊 他说 我们原本就相处得很好 我和前任张母娘以及大S之间一点矛盾都没有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律师搞出来的 所以在此见面 我们仍是一家人 从王小飞的话中 我们可以明白 他把离婚的矛盾归咎于律师 他并没有矛盾之处 这让人不禁想问 他真的只是想复婚吗 情感主播接着追问 王小飞表示大S现任丈夫根本不在家 而且大S身体不好 他不得不自己照顾 由于大S是孩子们的母亲 他不能让他遭遇任何意外 他认为大S现在需要被爱 这暗示了他有意复婚的意愿 但是王小飞的目的真的如此简单吗 然而王小飞的这些行动并没有让网友们信服 相反 他们纷纷对他进行了痛骂 有人表示 王小飞真厉害 真的很厉害 聪明人会明白 也有人质疑他的行为 王小飞之前说不会和他复婚 怎么又变成了想和好 背后的目的不纯吧 还有人认为王小飞太虚伪了 之前还在公开场合抨击大S 现在又想复婚 这还有真爱吗 王小飞进来的一些举动 让人感觉他的爱是虚假的 据了解 他之所以会讨好前张母娘 营造复婚的意愿 背后最大的目的还是担心 因为离婚会让他的资产冻结 离婚时 大S提出了很苛刻的离婚协议 但王小飞还是签了 这份离婚协议让王小飞其户难下 同时 王小飞曾因拖欠抚养费生活费 被大S告上法庭 违约后 王小飞在台湾的所有存款和资产等 都有可能被大S申请抵偿或者是拍卖 因此 王小飞的假意复婚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复合 而是为了避免资产冻结 虽然假丑不可歪扬 但王小飞家里的一些事还是被人知晓 我们希望大S和王小飞各自安好 互不打扰 10月9日 王小飞与感情主播连迈 他告诉对方 大S许心愿的现任剧剧业并没有住在中国台北 并且大S身体不好 孩子也一直跟自己住在一起 王小飞直言自己并没有忘记大S 甚至还一直深爱着她 王小飞认为大S是个需要人疼爱的女明星 所以她想跟她复婚 王小飞此话一出 也让感情主播惊讶不已 先不说王小飞家和大S家之间所发生的恩恩怨怨 当下大S和剧剧也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关系 不管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如何 王小飞作为一个前任 实属不应该掺和其中 不过王小飞也坦然表示 我不在乎她结过婚 她结没结过婚 跟自己也没有关系 她只知道她是她的前妻 是她孩子们的妈妈 王小飞的回答让网友们大吃一惊 部分网友觉得王小飞可